再下面一个问题 有些师兄每天念这个四分之三当小黄子就觉得很累 是气不足 然后是如何补气呢 补气的话 应该两种 补气的吃点香参 这是一种补法 外补 内补的话 就是平时少讲话 除了念经少讲话 你哗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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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漏气啊 实际上你知道话讲的越多气漏的越多呀 明白吗 有时候念经念念一道时间就觉得胸口很不舒服 那应该是气不足吧 你气不顺 你应该念经的时候经常在念经的之前把气要弄顺 怎么弄顺呢 用鼻子深呼吸呼进去之后呢 用嘴巴吐出来 这样来个十次 你马上心口就舒服了 你现在试试看 用鼻子嘴巴抿住 嘴巴不要脏 用鼻子往里吸 吸到最深 这个肺就收起来 然后呢 再慢慢的用嘴巴张开 往外吐 噢 特别舒服 噢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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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啊 刚才试了一下 跟着师傅 是不是啊 好 你再跟师傅试一下 现在 吸 吐 放松 是的 这样很舒服 师傅 我现在觉得身上好热 好热吗 给你加持了呀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我穿着短袖呢 还是很热 我们这是北方 你看 告诉你 你的肩膀要当心 肩膀不好 是啊 是啊 我这块已经疼了好久了 有时候念念经好点 然后过一段时间 又不好了 就这样 我刚给你肩膀加持了 你肩膀这两天会好过来 谢谢